名校是一個標籤 但最主要是那間學校 能否教得一個好的價值觀給小朋友 主播李章在傳統名校拔萃藍學院畢業 但他不期望子女一定要讀名校 認為世上沒有最好 只有最適合小朋友的學校 我覺得名校有好處是 他可以訓練到學生的自信 他亦對於學生的關係網有幫助 很多東西是網絡化 其實很多人只要你有心機讀書 就算你不是名校畢業出來 很多知識就放在互聯網上 反而是個人裏面 你有甚麼特質 小朋友是否有一種不斷求知的精神 他有沒有一種引力 這個世界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其實你如果沒有一個比較謙卑的心 和肯學的心 你一出來就很快就會撞板和碰壁 所以反而我覺得名校是一個標籤 最主要是那間學校 能否教得一個好的價值觀給小朋友 就算我今天知識上面落後了一點 但如果我品價比人好一點 或者我的價值觀好一點 或者我個人有壓力多一點 我遲早都會蓋回頭 有一對兒子女的李洆 放任小朋友追求興趣 認為家長不用過份保護小朋友 要學習放手讓他們去嘗試 每人做父母都是新手父母 就算你看幾多書、讀多少東西 甚至可能你是一個專家也好 你做父母裏面始終你都要落手下去做 才知道有些什麼是work 有些什麼是不work的 很多東西介紹很模糊 譬如他是report 還是究竟是頑皮 他究竟是不聽話 還是他有創意 他全部聽完話 又可能騙殺了他的創意 我反而覺得是太過保護他 這些東西又怕他有危險 那些東西又怕他有危險 就不讓他做 反而就是壓低他自己去學習的能力 我們讓他玩很多東西 音樂又試過 跳舞又試過 滑滑又試過 彈鋼琴 拉斯彈琴 那些全部都給他試過 但我們全部都沒有考過試 也都沒有拿過什麼證書 主要讓他去練習 什麼都玩 年輕的太太 讚老公是好爸爸 事事親力親為 有時他餓點 有時我餓點 比較平衡 但就一定不可以唱反跳 都要站起同一陣子 很好爸爸 他是超級勤力的 他換影片 可能他等我來 他什麼都是等我來 等我來 開奶等我來 每天早上 無論我幾晚下班都好 早上我都是六點半起床 就幫他預備下課 早餐 還有送他上校車 因為每天我如果不把握 這半小時的時間 可能那天沒什麼機會 和我一起相處